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徐晓帆听了陆明的话 似乎有点被他震住了 好一阵没有出声 陆明马上继续威胁道 我还要找记者采访 让大家评评理 我帮你们找到财产的赃款 你们不但没有表扬我 竟然还把我当罪犯一样对待 我被绑架这么长时间也不管我的死活 另外 我妈被人害死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破案了吗 我那三十万块钱也不要了 回去就退给你们 我现在可不是见不得光的缓刑犯了 我这就跟东江市记者联系 他们对我的事情可感兴趣呢 果然 徐晓帆显然没有料到 陆明竟然会威胁他 愣了一会儿说 我怎么推卸责任了 你和周一路一直勾勾搭搭 难道我说错了吗 如果你早点交代周一路的违法行为 他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陆明气愤呢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和周一路勾勾搭搭了 我不也和你有来往吗 难道我们也勾搭搭搭了 周一路有没有违法行为 我怎么知道 就算我知道我想说就说 不想说就不说 他是警察 我是老百姓 我还管得了他的事情 说实话 我还怀疑你有违法行为呢 别忘了 我妈被关在豪克莱宾馆 只有你和周一路两个人知道 我还怀疑你是暗中 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 你如果没有证据 有什么资格怀疑周一路 另外 那天晚上 你半夜派周一路去陆家镇 才出了车祸 谁知道是不是你勾结犯罪分子 想杀人灭口啊 我现在谁也不相信 我要找记者 把所有事情都公之于众 就算死我也要死个明白 省得最后被你们栽赃陷害 陆明只顾说的解恨 没有注意到 车里那个女警察 已经摇下车窗 满脸吃惊的 听着他和徐晓帆的通话 等他说的口干舌燥的时候 才意识到 徐晓帆竟然一直没有出声 过了好一阵 才听徐晓帆微微喘息的 陆明 我看 我们要见面谈谈 那个女警察 叫苏秀 是调查小组的内勤 我是专门让他去找你的 陆明从徐晓帆的语气中 听出一丝妥协的味道 心情稍稍好了一点 可嘴里却说道 我不去 我怕你杀我灭口呢 你别信口雌黄啊 杀你 我还怕脏了自己的手呢 徐晓帆气得骂道 陆明没想到 这婆娘连脏话都骂出来 一时战红了脸说道 既然我这么不让你待见 就没必要谈了 我还是直接找你们局长算了 徐晓帆好像气得没办法 威胁道 来不来难道由得了你 我可以让苏秀把你压回来 陆明还真担心 徐晓帆对他动粗 毕竟他可是秘密调查组的组长 随便找个借口 就可以让自己变成阶下囚 眼下正是多事之秋 只图口头便宜 可能会吃大亏 这么一想 顿时有点后悔刚才的意气用事 不过脸上还是有点下不来 哼哼的 你们就会欺负老百姓 我身上连衣服都没有 难道光屁股去见你啊 徐晓帆一愣问道 你什么意思 陆明委屈道 我昨天被救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衣服 刚才跟犯罪分子搏斗的时候 衣服被撕掉了 现在还光着膀子呢 没想到 徐晓帆竟然黑地笑了一声 随即又冷冷地说道 你把手机给苏秀 反正你给我老老实实回来 陆明只能哀叹一声 他心里也明白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自己肯定不能轻易脱身 徐晓帆即便出于了解案情的需要 找自己谈话也名正言顺 如果一味抗拒 反而被他抓住了把柄 说不得只好进城了 说实在的 眼下他还真没地方去 口袋里也没有一分钱 要不是心里惦记着阿龙和周一路 巴不得让警察管自己吃住呢 苏秀听了徐晓帆的电话之后 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马上让司机掉头回城 陆明这才相信 徐晓帆确实是专门让他来找自己了解情况的 甚至有可能是专门来带自己回去的 徐晓帆倒是没有把陆明当成嫌疑犯 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他 当他看着陆明身上 穿着一件宽松的警服 下身穿着一条破烂的裤子 脚上一双旧皮鞋 沾满了泥巴的时候 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 陆明对这个女人保持着高度警惕 坐在那里不时瞟上他一眼 观察着他神情的每一个变化 他甚至嗅到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的忧香 心想 以前倒是没有闻到过他身上有香水味 不管是多么强势的女人 终究还是女人 什么时候都无法摆脱女人的天性 也许有男人了 虽然是个男人婆 可毕竟长得很美 总有一些男人口味比较重 我发现你真是一个不走运的家伙 不过 你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 有没有自身的原因 徐晓帆的开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让陆明摸不着头脑 他只好装作不高兴地说 你就直接说我是丧门星好了 刚才吴淼还这么说呢 不过我觉得自己运气挺好 不然我今天要是死在枪下的话 你和吴淼就是罪魁祸首 徐晓帆哼了一声 你从来不找自身的毛病 这就是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原因 吴淼为什么要带你去夏里村 他是一个优秀的警察 不会无缘无故冤枉好人 他说你伪造绑架现场 肯定不会捕风捉影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敢不敢发誓 在自己被绑架这件事情上 说的都是实话 没想到徐晓帆今天说话 一点都不像个警察 反倒像个跟人怄气的女人 这让陆明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何况吴淼基本上 已经把他伪造现场的证据 掌握得差不多了 相信徐晓帆应该也知道 只是这件事情 可能引不起他的兴趣 也许他们甚至连蒋竹军 绑架自己都预料到了 只是蒋竹军目前的身份是 东江市公安局的卧底 所以即便破了这个案子 最终也只能是窝里头 如果你不相信 我发誓也没用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也没必要逼着我发誓 陆明也开始故弄玄虚 只要徐晓帆不把话点透 他就继续装糊涂 武警官让你去找周一璐的时候 是怎么吩咐你的 徐晓帆果然没有再纠缠绑架的事情 而是转到了周一璐身上 陆明说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 他就是让我去试探一下周一璐能不能认出我 如果能认出我的话 那就说明没有丧失记忆力 所以准备抓他回来审讯 那么当你在桥头见到周一璐的时候 他认出你了吗 徐晓帆问道 陆明犹豫了一下说 好像没有 当时我问他那两个警察为什么抓他 他说不知道 那个矮个子警察根本不让他说话 拖着他就往前走 而那个高个子警察朝我们开枪 你确定周一璐死了 徐晓帆盯着陆明问道 不确定 陆明坦然地说道 这么说 他活着的可能性很大 徐晓帆说 陆明吓了一跳 可徐晓帆的神情 并不像是对他有所怀疑 于是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说 徐晓帆站起身来走到窗口 靠在窗台上说 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警察的尸体 可没有找到周一璐的尸体 我了解了一下清禾历年来的水文资料 即便是在训期 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会被淹死 你可能不知道吧 周一璐曾经获得过 国安系统游泳比赛第二名 陆明一脸惊讶的样子 随即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装糊涂 如果一般情况下 当然不一定能淹死的 可你别忘了 他被打了毒针 而且还戴着手铐 那么 尸体呢 徐晓帆问道 陆明没想到 徐晓帆突然把自己当成他的下属 竟然公开跟自己讨论案情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不过他可不想继续谈论这个危险的话题 于是说道 也许半道上被什么救了 也许尸体被泥沙埋掉了 不过一切都要等到 检验过注射器里的药物的毒性 才能最后下结论 难道你不觉得那两个假冒警察 有可能跟我母亲的案子有关吗 谁告诉你那两个警察是假冒的 徐晓帆问道 虽然先前在车里面 那个叫苏秀的警察也问过这个问题 但出自徐晓帆的嘴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陆明忍不住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吃惊的 难道是 是真的 不错 他们确实是警察 并且还是在执行公务 徐晓帆点点头说 陆明呆呆地盯着徐晓帆 不过他背对着窗户 看不清脸上的神情 可显然不像是在开玩笑 并且这个女人也不会开玩笑 那么警察能随便对着村民开枪 警察执行公务的时候 还随身带着毒针 当那个矮子警察听见警笛声的时候 为什么要强迫周一鹿躲进树林里 陆明只能极力用事实来证明 那两个警察根本不是在执行公务 否则他可能会被卷入这个案子 甚至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徐晓帆慢慢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来 拿起桌子上一份材料看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道 警察开枪也不稀奇 有些罪犯躲在某个村落里 当警察前往抓捕的时候 他们就会煽动家族或者村民抗拒 甚至还打伤过警察 所以当遇到群体抗法的时候 警察鸣枪示警很正常 你说那个高个子警察朝村民开枪 有人被击中吗 事实是 村民没有一个人受伤 而那个警察却遭到了你的石头袭击 结果被砸伤 又被村民抢走了枪支 陆明越听越吃惊 几倍上都已经见汗了 没想到 他自以为的英勇行为 被徐晓帆解读一番之后 竟变成了聚重闹事 甚至聚重抗法的带头人 徐晓帆见陆明哆哆嗦嗦说不出话 得意地露出一丝微笑 不过随即就板着脸继续说 至于独针和你说的周玉露 被警察推进了河里 我问你 谁能证明那个注射器是警察的 还有谁看见了那个矮个子警察 给周玉露打针 并把他推进了河里 而事实是 周玉露下路不明 那个警察脑门上 却挨了一枪 并被人推进河里死掉了 陆明在徐晓帆一连串打击下 差点崩溃 甚至有种跳起身来逃跑的冲动 脑子里一瞬间转过了无数个为什么 最后预感到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即便徐晓帆没有参与 吴淼那个贼婆娘 肯定是知情者 好在 陆明现在也不是一只菜鸟了 虽然被徐晓帆的一番话 搞得有点晕头转向 可随即就冷静下来 说道 你分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 你最终得出了什么结论 没想到徐晓帆摇摇头说 我不需要告诉你结论 现在是你需要说清楚 以便证明自己的清白 陆明忽然忍不住黑黑笑起来 笑得眼泪差点流出来 最后有点哭笑不得的说 徐队长 你就别吓唬老百姓了 什么群体抗法 难道那两个警察 是死在村民手里吗 别忘了 那个高个子警察 是被派出所的人打死的 那个矮个子警察 也不可能是我打死的吧 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武警官不强行 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 我怎么会卷入这件事情呢 我看啊 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还是把精力用在 那两个死去的警察身上吧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你们自己内部 有人跟犯罪分子 穿一条裤子吗 那两个警察 在执行什么公务 是谁派他们去的 徐晓帆就像 没有听见陆明的话 坐在那沉思了一会儿 一只手不自觉地 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烟 竟然当着陆明的面点着 然后哼了一声说 你真是做贼心虚 难道我说这件事 是你策划得了吗 我还不知道你的能难 我只是让你说清楚 陆明辩解道 难道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徐晓帆盯着陆明说 说实话 从认识你的那天起 我就没有相信过你 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总是在每件事的 关键地方都撒谎 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 因为你在小树林里 见到的情景不符合逻辑 肯定隐瞒了什么 我知道你跟周玉露的关系 难道你光着膀子 不顾个人安危 冲进树林子 只是想看看 他是怎么死的 陆明一阵恶然 同时一阵恼火 心想 这死婆娘 对付犯罪分子 没有一点能耐 倒像是整天 都在琢磨自己的心思似的 原本以为 做得天衣无缝 可还是引起了她的怀疑 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 什么地方不符合逻辑 她该不会猜到 自己有帮手吧 你的意思是 让我舍身救人 陆明哼哼的 徐晓帆说 我倒是没这个设想 你也不是什么整人君子 无非是贪恋 周玉露的美貌罢了 不过 既然没这个本事 何必要惹是生非呢 要不是你多事 周玉露能死吗 如果周玉露死了 自己还真应该感到羞愧 毕竟 就算她被那两个警察抓走 也不一定就会死 可眼下 自己已经救了她 心理上 倒也没什么愧疚 只是不能告诉 徐晓帆罢了 你怎么想 是你的事情 咱们俩价值观不一样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问心无愧 我相信周玉露 也不会怪我的 陆明泱泱的说道 徐晓帆似乎抓住了 陆明的把柄 马上说道 所以 我就奇怪了 既然你亲眼看见周玉露 被注射了毒针 又被人推进了河里面 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就算你再没有良心 他好歹也在毛竹园 陪了你一晚上 可你怎么就一点都不难过呢 自己喜欢的女人 被当面杀了 你竟像是没事人一般 还百般狡辩 你说 你还是个人吗 陆明没想到 徐晓帆竟然还懂点心理学 竟然用上了心理攻势 不过自己确实有点忘乎所以了 起码也要装出点悲伤的样子 可已经被逼到死角上了 只能以手为攻 说道 你跟周玉露也算是战友了 听说他战死了 你不是也在这里夸夸其谈 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 那你能算个人吗 更算不上是个女人了 徐晓帆拉下脸来骂道 你这个混蛋 我就让你在我面前放死个够 早晚一天把你这张鸭子嘴 话没说完 只见吴淼风尘仆仆地闯了进来 一眼就看见坐在那里的路鸣 愣了一下 站在那里好像不知道该不该进来 进来啊 站在那干什么 情况怎么样 徐晓帆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问道 吴淼瞥了一眼路鸣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显然是不想让路鸣听见他的话 没想到徐晓帆摆手说 说吧 没必要瞒他 这大爷知道的远比我们多 吴淼吃惊道 可还是说道 找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 今天太晚了 明早组织人到下一屋搜索 徐晓帆想了一会儿说 告诉他们 别浪费功夫了 怎么 难道不找了 吴淼惊讶道 徐晓帆瞥了路鸣一眼说 人还活着 你去哪里能找到尸体 你说什么 周云露还活着 吴淼一脸不信地说道 陆明低垂着脑袋 心想 吴淼的道行 毕竟比不上徐晓帆 怪不得人一样的年纪 差不多的脸蛋 人家就能当队长了 只是确实想不通 徐晓帆这婆娘 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徐晓帆点点头 然后冲陆明弄弄嘴 说道 这不是有一面镜子吗 一看就知道了 吴淼盯着陆明 打量了好一阵 疑惑地说道 可他说 那周云露去哪了呢 徐晓帆摇摇头说 这一点我也暂时没想通 不过 我确信周云露还活着 吴淼瞪着陆明质问道 你不是亲眼看见周云露 被人注射毒针以后 被人推进了河里面吗 陆明睁着牛眼说道 是啊 那怎么 找不到他的尸体 吴淼都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陆明说道 那我问谁去啊 徐晓帆摆手说 你别理他 他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早就成老油子了 耗子呢 他还在派出所 那个打死江峰的邪警 陆海龙很可疑 竟然还是陆家镇人 可就是找不到证据 他这空子钻得真是 你今天去找周云露的事情 都有谁知道 我和浩子昨天下午决定的 顺便给当地的派出所 其所长打了一个电话 你的意思是 派出所有人泄灭 也许只是巧合 毕竟周云露在青塘村 休养的消息早就传出去了 并且三分局 也是昨天接到的报案 陆明突然插嘴道 肯定是你们自己人泄露的 话未说完 徐晓帆眼睛一瞪 训斥道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听见你的声音就心烦 陆明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什么 没敢再出声 心想 老子就让你在下属面前留点面子 否则谁吃你这一套啊 吴淼犹豫了一下说 助手去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徐晓帆摇摇头说 还要一段时间 陆明又没忍住 说道 还用得着检测吗 话没说完 吴淼大声训事的 没人跟你说话 把自己当什么人了 陆明张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面对两个霸王花 他只能认倒霉 江峰和杨永逸呢 难道三分局就没个说法 吴淼问道 陆明虽然被限制发言 可也没有人管得了他的耳朵 他猜测 这个江峰和杨永逸 多半就是那两个死去的警察 只是不清楚 哪个是高个子 哪个是矮个子 只听徐晓帆说 饭局和卢局都在那里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 都收买到刑警队了 想想都感到可怕 并且动不动就灭口 好像到处都有他们的人 陆明偷偷瞥了徐晓帆一眼 只见他瘫坐在椅子上 刚才的磁微不见了 倒是有种说不出的萎靡 心想 真够这婆娘受的 虽然现在和吴淼讨论着案情 可心里面实际上对他也疑神疑鬼呢 看来财神的案子复杂呀 什么报案 多半是贼喊捉贼 吴淼愤愤地说了 徐晓帆哼了一声 能怎么样 没证据 而且 朱雅仙已经承认了 听到这里 陆明又忍不住了 直起腰来吃惊地问他 朱雅仙承认什么了 好在这一次 两只母老虎都没有训斥的 徐晓帆犹豫了一下说 这件事告诉你也无妨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两个警察在执行什么公务吗 昨天有人去三番局举报周玉露 利用警察身份设陷阱 并且唆使他目前上门敲诈勒索 还提供了录音材料 证明朱雅仙确实好几次登门索要巨额资金 并且说了不少威胁的话 陆明惊讶地问了 敲诈谁 勒索谁 徐晓帆意味深长地说 一个本事的有钱人 同时也是周玉露的情人 其实陆明早就猜到了这个人 可仍然问道 陆家的人 徐晓帆点点头冲吴淼说 我就说嘛 他其实知道的比我们还要多 陆明也顾不上辩解 急忙问道 凭什么乔诈 设了什么陷阱 徐晓帆不耐烦地摆摆手 冲吴淼说道 你跟他说吧 不让他知道的话 晚上睡不着呢 吴淼四不情愿地说 这个大老板说 周玉露有一天跟他睡觉的时候 故意向他透露了一些 有关陆建民案子上的事情 包括你母亲那天 被关在豪客来宾馆的情况 结果 你母亲被害之后 周玉露就一口咬定 是这个大老板在幕后指使 不仅多次打电话威胁 甚至还让他母亲上门敲诈钱财 而这个大老板 因为和陆建民的特殊关系 不想让这件事闹大 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也不想让人知道 他和周玉露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所以只好多次付贤私聊 可没想到周玉露母女 遇贺难填 最近朱亚仙又亲自找上门去 敲诈两百万 如果不给的话 不仅要公开他女儿跟大老板的关系 甚至还扬言要去公安局举报 说他有谋害你母亲的嫌疑 这个大老板考虑再三 决定报案 因为他担心最后说不清楚 所以 昨天三分局传讯了朱亚仙 经过审论 他最后交代了勒索的事实 但不承认受女儿的唆使 只是他个人的行为 可案子毕竟牵扯到周玉露 所以 今天三分局就派了两门刑警 去传讯周玉露 陆明听完吴淼的介绍 呆呆的一句话都没有说 心里却似有一团火在燃烧 虽然他相信 周玉露和这个所谓的大老板之间 肯定有交易 甚至还有可能受到了威胁 所以泄露了不少公安局的内部消息 但这个大老板绝非善累 更不可能像他说的这么无辜 明显是恶人先告状 难道有钱有势就能颠倒黑白 三分局的那些领导肯定有问题 即便够不上犯罪 起码也是在看人下菜铁 拍有钱人的马屁 但不管怎么说 那两个警察肯定是被买通了 周玉露即便被他们带到三分局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 还没有等警察调查完毕 就会传出他羞愤自尽的消息 徐小帆见陆明痴痴呆呆呆的样子 问道 你好像一点都不吃惊啊 这件事毕竟牵扯到你母亲的案子呢 难道你还不相信 是周玉露泄露了你母亲 关在豪克莱宾馆的消息 陆明淡淡地说道 我不相信敲诈勒索的说法 我更愿意相信是一场交易 现在周玉露已经不是警察了 并且成了你们调查的对象 所以他担心周玉露会说出真相 于是就先来个落井下石 先把他们母女的名声搞臭 即便周玉露出面指控他 也不会有人相信他 徐小帆微微点点头说 我就知道你小子是个明白人 说到这里 桌子上的座机忽然响起来 徐小帆拿起来听了一会儿 放下电话说道 注册器里的药物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是一种迷幻剂 如果用量过大的话 能让人在疯狂中失去意识 最后就会心衰而死 一个小时之后就看不出药效了 看上去就像是自然死亡 陆明听说 注射器中只是一种迷幻剂 并不是毒死他母亲的那种剧毒物质 忍不住有点微微失望 不过 徐小帆的消息 还是验证了他心里的猜测 说道 我可以断言 周玉露如果被那两个警察带走的话 肯定是凶多吉少 那个大老板这么肆无忌惮的杀人 压根就没有把你们警察放在眼里 这一次 徐小帆和吴淼都没有出声 似乎被陆明说中了心事 坐在那里只顾发愣 陆明看看窗外天色 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心里惦记着阿龙和周玉露的情况 不免暗自交集 只是吃不准 徐小帆会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过了一会儿 吴淼撇了一眼陆明 对徐小帆说 徐队 这小子怎么处理 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骗我们了 今天在青塘村发生的一切 目前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既然你相信周玉露还活着 多半是他在暗中捣鬼 陆明见吴淼又想把火引到自己身上 忍不住一阵恼火 心想 说不定自己前世 跟这两个婆娘是不是有仇呢 要不然 怎么总跟自己过不去呢 吴警官 你说我搞鬼可以 拿出证据来啊 没证据乱猜谁不会啊 我还怀疑你在暗中捣鬼呢 陆明气愤地说道 没想到 徐小帆并没有迎合吴淼的话 而是淡淡地说 他愿意说就说 不愿意说就算 早晚有一天 他会自食其果 说完 盯着陆明说 如果你见到周玉露的话 麻烦帮我传个话 陆明生怕徐小帆 又给自己恰什么套 警惕道 你可别揍我啊 我怎么会见到他呢 徐小帆哼了一声 哼 我这不是说假如吗 你告诉他 他已经不是警察了 局里面也不打算追究 一个丧失了记忆力的人的责任 不过 他要想救自己和母亲的话 只有向我们提供 那个人的犯罪证据 否则 他即使活着 也只能苟言残喘 陆明没有想到 徐小帆明明猜到 周玉露还活着 可并没有逼着自己交代真相 反而让自己给他传话 这倒是跟他一向以来的 行事风格格格格不入 不知道他是在故意 麻痹自己 还是真的跟自己心照不宣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这些人 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既然你们不打算追究周玉露 可为什么今天又跑去抓人家呢 抓不到人又开始忽悠 我要是周玉露 能信得过你们吗 陆明就像是在为周玉露 打抱不平似的 吴淼一听陆明的话 有点挑不离间的味道 瞪了他一眼怒道 你难道没听清楚徐队的话 不追究他是因为 他已经丧失了几里 我还不明白呢 现在你已经很清楚 就是他泄露了 你母亲被抓的消息 可还处处护着他 简直是鬼迷心窍 老实告诉你 他的老情人说不定 就是害死你母亲的幕后指使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去报仇啊 别说了 徐晓帆及时打断了吴淼的话 陆明却已经像一只 好斗的攻击似的站了起来 站红着脸说道 冤有头债有主 我可不想你 东江市犯罪分子 差点要了你的命 没本事找罪犯报仇 却把气撒在自己队友身上 你以为自己多高尚啊 吴淼气的小脸都白了 死死盯着陆明问道 你 你说 这话是不是他说的 陆明见吴淼一副 要吃人的样子 也有点胆怯了 何况 女人屁股后面 还挂着一把手枪呢 只是在徐晓帆面前 还是有点不甘示弱 嘟囔的 谁说的不重要 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自己还不清楚吗 徐晓帆一拍桌子喝道 你给我闭嘴 越来越放肆了 怎么 身上穿了一件警服 就把自己当警察了 说这话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和一把钥匙扔在桌子上 今晚你就住在上次给你提供的安全屋里面 没有我的话不许离开 否则后果自负 说完 盯着陆明身上那件警服打亮姐 冲吴淼说道 你去下面宿舍看看 找进旧衬衫再让他穿一下 这样出去也太不像话了 吴淼瞪了陆明一眼 气哼哼地出去了 徐晓帆盯着吴淼的背影小声道 你可别招惹他 他心火大着呢 小心收拾你 陆明一听 徐晓帆又让自己住安全屋 并且还不许离开 心里急得直冒火 哪里还顾得上五秒 说道 徐队长 有什么话现在就说吧 我不想住安全屋 家里还有事呢 你光棍一个 家里能有什么事 徐晓帆哼了一声 陆明哭丧着脸说 我都好几个月没回家了 家里的老母猪 都是我舅母帮着喂的 怎么说也要回去看看吧 徐晓帆音策策地说道 喂老母猪 我看你是急着跑去 向周玉露邀功请赏吧 既然彼此心照不宣 陆明也就没有必要解释 干脆说道 你非要这么说 我也没办法 不过万一我真的碰到他 肯定把你的话带到 说不定还能帮你 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呢 徐晓帆若有所思地说 那就最好不过了 只是你可要小心啊 可别救了美人 没命享用啊 陆明张红了脸嘟囔道 那我今晚可以回家了吧 徐晓帆小声道 今晚你必须住在安全屋 有人要见你 陆明吃惊道 谁要见我 你先别管谁要见你 老老实实待在屋子里就行了 正说着 只见吴淼已经拿着一件衬衫走了过来 含着脸把衬衫扔在陆明身边 陆明也不扭捏 当着两位女警花的面 脱了那件宽大的警服 徐晓帆见陆明身上 被荆棘划出的密密麻麻的血丝 忍不住暗自吃惊 心想 这小子为了一个女人 倒是蛮拼的 鬼才相信 他会眼睁睁看着周一路 被人堵死扔进河里呢 陆明穿好了衬衫 临出门前 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走回来 冲徐晓帆厚颜无耻地说道 给我两把块钱 徐队 难道就这么让这小子走了 陆明刚刚离开 吴淼就忍不住问道 徐晓帆伸手抹了一把脸 疲倦地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 审问他 吴淼一脸惊讶的样子 似乎没料到 徐晓帆对陆明的态度 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不可思议地问道 既然你肯定周一路还活着 难道不应该搞清楚真相吗 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不通 能问出个结果吗 这小子是个皮条 你又不是没领教过 抓不住他的把柄 你还指望他会乖乖承认 再说 周玉露在小树林里失踪这件事 本身就透着蹊跷 凭他的本事恐怕做不到 起码杨永逸 不可能是他打死的 但他肯定看见什么了 没说实话 吴淼争辩道 徐晓帆没好气地说 这还用你说 他不但看见了什么 他知道的秘密 恐怕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多呢 问题是 他愿意主动说出来才行啊 难道你想对他言行拷打 我最近也反思了一下 也许以前我们对他 多少有点不公平 所以才处处防住我们 何况他心里很清楚 我们内部有问题 甚至都没法保证他的安全 如果换做你 会主动跟警察合作吗 吴淼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才问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要准备一下观念 在找到陆建民的三款之后 不能再把他当作对立面了 首先必须取得他的信任 争取让他主动找我们合作 吴局已经说了 我们眼下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揪出幕后的黑手 包括我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 否则只能处处被动 处处受制于人 吴淼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那周一璐就不管了 许小帆盯着吴淼说 我看你也要调整一下心态 刚才陆明的话 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你对周一璐的执着 恐怕多少带有个人情绪 吴淼气愤道 个人情绪 他涉嫌一桩谋杀案 难道不应该查清楚吗 许小帆耐着性子说 可我们现在有比他更重要的事情 周一璐不过是被人利用了 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陆建月 他才可能是幕后黑手 你难道让我把所有的警力 都派出去寻找周一璐 吴淼不服气道 可是不找到周一璐 怎么证明陆建月的罪行 许小帆终于失去了耐心 不高兴地说道 我看你是被自己的偏执 蒙蔽了眼睛 你也不想想 如果周一璐出面 就能给陆建月定罪的话 他敢到官局 举报周一璐敲诈吗 既然这样 他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 吴淼质问道 许小帆站起身来说 你怎么知道 是陆建月想杀人灭口 说实话 虽然陆建月有钱有势 可我还真不信 他有能耐买通分局的刑警队 吴淼吃惊道 你什么意思 徐小帆犹豫了一下 压低声音说道 谁能给警察下命令 你自己慢慢想去 这样吧 既然你这么关心周一璐 明天就去分局 把朱雅仙带回来 看看他能提供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我还打算明天去青塘村 找几个青塘村的村民 了解一下情况呢 徐小帆哼了一声说 这些事情交给耗子去做 怎么 难道你们两个 现在都不能分开办案了 吴淼账红了脸 泱泱道 你是队长 你说了算 徐小帆缓和了语气说 吴淼 我知道你一直想替 萧队长他们报仇 可别搞错了方向 虽然周一璐有 细密的嫌疑 但他绝对不会 跟东江市的案子有牵连 我相信陆明恐怕 比你我更了解他 假如他真的和 害死李淬莲的案子有关系 就凭陆明这样的小心眼 还能容得下他 但不管怎么说 周一璐的事情 如果抖落出来 总归是一件丑闻 所以 半句也不想再追究了 你何必不依不饶呢 吴淼哼哼呢 你怎么保证 他和东江市的案子 没有牵连 东江市的案子 关系到四个警察的性命 如果这事 和陆建玉有关 他怎么敢公开 自己和周一璐的关系 就算习警察 和陆建玉有关 他也不可能 让周一璐知道 否则 岂能容他活到现在 吴淼气哼哼地说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三番五字 阻止我去调查陆建玉 难道你还没看出来 上面有人罩着他 我们现在并没有 过硬的证据 贸然找上门去 只能自取其辱 今后就更被动了 正说着 内秦苏秀 翘翘门走了进来 说道 徐队 你们还没有商量完啊 都开饭了 徐小藩站起身来 对吴淼说 先吃饭吧 今晚恐怕回不去了 陆明离开调查小组办公室之后 跳上了一辆109路公交车 一直坐到距离安全屋 三站路的地方 才下来 然后再运用蒋竹军交的 摆脱跟踪的办法 穿街走向步行了十几分钟 才看见一部公用电话 站在那里查看了一会儿 直到确定没有尾巴 这才一头钻进了小商店 喂阿龙 你们现在在哪里 陆明小声地问道 阿龙好像早就在等他的电话了 说道 我在二号仓库 陆明吓了一跳 吃惊道 你怎么带他去那了 陆明无奈道 老板 实在没办法呀 车都快没油了 那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仓库里的货物 天都已经黑了 警察这边也没有人再找他了 等一会儿 你就带他去公寓吧 陆明说道 说实话 陆明虽然救了周一路 可对他还是存有防范之心 毕竟 他对这个女人还不是太了解 就像吴淼骂的那样 被他的美貌迷惑的成分 占了很大一部分 最主要的是 这婆娘也太爱钱了 在得知 他的情妇竟然是陆建月这种 半截子入土的老头的时候 心理上对他的迷恋 顿时就大打折扣 要不是天生就有的 怜香惜玉的心理 还真有点提不起进来 老板 他要跟你说话 阿龙说道 没等陆明表态 已经传来周一路的声音 阿明 你在哪儿 我想见你 人家什么都告诉你 你快来吧 周一路可怜兮兮地说道 陆明没好气地说 我这这儿没空 再说警察盯着我呢 你先老老实实地 待在房子里 要是再乱跑的话 我可再也救不了你了 嗯 人家听你的还不行吗 周一路温顺的 就像是小绵羊一样 陆明哪里还有脾气 说道 你用阿龙的手机 给朱雅丽打个电话 警察很有可能 去找他们调查 让他们别乱说 千万别提我的名字 你这个坏蛋 连我二姨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了 陆明 你快点来吧 人家都想你了 陆明腿一软 差点站不住 生怕自己受不了 急忙说道 哎呀 不跟你说了 我还有事呢 说完 马上挂断了电话 脑子里不禁浮现出 毛竹岩那个晚上 周一路坐在大木桶中 风雨雪白的玉体 给阿龙打过电话 心里面总算稍稍踏实了一些 可走了没多远 另一个女人的影子 不自觉地又浮现在脑子里 心里忍不住骂道 妈的 早晚死在女人身上 尽管这样 走到安全屋门口的时候 陆明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来到第二实验小学 所在的那条街道 眼前的情景 就像他上次看到的一样 前来接学生的小轿车 把整条路堵得死死的 到处都是小孩子 叽叽喳喳的声音 让他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